如果感到幸福你就快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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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那大家都一起拍拍手 如果感到幸福你就多多巧 如果感到幸福你就多多巧 如果感到幸福你就快快多多巧 看那大家都一起多多巧 断断角 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深深耀 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深深耀 如果感到幸福你就快快深深耀 看那大家都一起深深耀 如果感到幸福你就快拍手 如果感到幸福你就快拍手 如果感到幸福就快快拍拍手 看那大家都一起拍拍手 拍拍拍手 一起拍拍手 一起拍拍手 你那不言喻 你不是也没说话吗 说什么呀 事情来得这么突然 搁谁扛得住 你说这孩子真是咱们孙子吗 他是真的吗 你问我 我问谁一起 假如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 果真是真的 咱们得认 也得让海风认 咱们就是抢你们 他的胳膊 按着他的脑袋 也得认 废话 一定得认 我发现在大师大飞面前 咱俩还是很一致的 我不糊涂 那我可打电话去了 他坚决的 不管海风忙什么的 让他赶紧的回来 炒作 毛肚非常重视这个 拓展新销售指导的项目 要求在三周之后 给出详细的报告 降价或者分销 要不要做 应该怎么做 这是我们需要琢磨的事情 建美 要没电话 我不是说过了吗 开会的时候 不接任何人电话 是您父亲拿来的 说您家里出大事了 爸 妈 回来了 出什么事了 说吧 你说吧 还是你说好 我觉得你说好 你们别推来推去的了 我在公司那会开了一半 你又框我的了 没框你儿子 没有 你的秘密 我们已经知道了 是 没想到这种事 会发生在咱们家里 儿子 我们知道你心里难受 可是这事不能瞒着你 直里包不住火呀 是啊 我们毕竟是你的亲生父母 是你最亲的亲缘 不论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都会替你着想 都会站在你这边的 再苦再难 只要大家习心协力 就没有过不了的 勾勾坎坎 没有解不开的 弯弯绕 不是 你们俩这是唱双簧呢 哎呀 我这着急死了 有什么事 您就直接说吧 嘉宁来过了 嘉宁 还有涛涛 经过我们的仔细分析 慎重研究 我和你爸终于达成了统一的意见 涛涛是那个亲儿子 我们的亲孙子 没错 开玩笑 虽然呢 我只看了这个涛涛的出生证明 我也只认识啊 这个出生日期 可是根据万年力上的推算 这嘉宁应该是 在国内怀了孕 他才出去的 你再仔细考虑考虑 这嘉宁 就是想把孩子赖在我身上 所以编排好了一切 再说了 这出生证明 伪造也不是难的事 可是你涛涛的眉眼 跟你是特像啊 那鼻子肯定是随我了 是 又挺又直 就那个 说起话的那样啊 跟你小时候一模一样 这嘉宁是不是给你们喝什么迷魂汤了 你们怎么这么轻易就相信他了 我瞒着你们呀 就是怕他抓住老人喜欢孩子的弱点 来要挟我 这倒好 他现在已经下手了 刚才还说呢 是凡事站在我这一边 那现在呢 你们已经被嘉宁收买了 是吗 可能是 可是嘉宁说的头头是道的 是啊 我觉得挺靠谱的 你要是不相信呢 现在还有一招 去做个亲子鉴定 对 用科学的方法证明事实真相 你以后就不会犯嘀咕了 这 这不是胡闹吧 是吗 是吗 那是 这个人 安家庭 刚好 我有事跟你说 什么事 想书卖我 我去看你父母 我觉得他们有点怪 怎么怪了 拿着保健品讨好他们 得到他们同情 你以为那样我就会认吗 这不是我的孩子 我不会认的 他就是你的孩子 你不信可以去做鉴定 我凭什么做这个鉴定 我聂海峰 不会跟着别人的指挥办乱转 你不可能按照你的意志行事 安家庭 打你进了这个门 你诡计多端 为了能住进来 你拿涛涛说事 然后为所欲为了 你干扰我的生活 现在呢 拿涛涛来讨好我的父母 这一步一步的都是你的钻戟 是你偏要我在先的 是你说你父母天有病 是你在推延时间 你不带我跟涛涛去见爷爷奶奶 如果我不带他去见的话 你还不能想出什么样的借口来阻止我们 好 是我骗你 我为了什么 我为了我的爸爸妈妈 不需要你的打扰 你本来没有房产 我让你住进来了 现在呢 你是越来越过分了 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法律手段 不管你采取什么样卑卑的手段 我不让你在这住了 你干嘛 你 你 你不要这样子 你 你 你不能这样 你不能 你不能 我告诉你 带着你儿子离开这儿 我一分钟都不想再见到你们了 我不走 你走不走 不走 好 你不走 你不走 那我就把那个不知道是谁的野种孩子 我给他扔出去 你不能这样 你不能 别把你 你不可以这样 你不可以让涛涛小 你会吓着他呢 我吓他 那你吓我父母的时候 你怎么没想到后果呀 好 我说 我说 涛涛 涛涛他不是你的儿子 他不是 他爸爸 他爸爸在他出生半年的时候 他就出车祸了 我不忍心把事实告诉他 我只能骗他 我跟他爸爸离婚了 他爸爸在国内 等他长大了 他就可以见到他 那你就拿我当替身 你知道不知道 这个谎言 维持不了多长时间呢 我知道 不需要 不需要多长时间 他当有病 他脑子里生了个肿瘤 而且长的位置不好 不能够手术 医生说了 现在肿瘤带不断地长大 随时都会有破裂的危险 他只有两个月的生命 他只有两个月 你能理解我吗 你能理解我吗 涛涛涛涛涛涛她 她现在每天活蹦弯跳地 对我说对我笑 可是我随时都会失去她 你能理解我吗 我 我知道 我知道这事跟你没关系 我知道跟你没关系 可是涛涛一定要见她的爸爸 我无法抗拒她 我只能来找你帮我这个忙 我知道你会帮我这个忙 我求求你 你就帮帮我吧 我 我实在是没别的办法 真的 你就帮帮我好吗 涛涛涛她爸爸 是个什么样的人 跟你很像 聪明 能耐 有责任感 就是有的时候 有点小脾气 也是挺有个性的吧 很有个性 她对你看孩子好吗 这些年 你过得很不容易吧 还好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有点困难 后来我当了房地产经纪以后 收入也稳定了 工作时间也比较随意 我就有时间陪涛涛了 你去美国 我以为你会实现目标 会过得很幸福 没想到 会有这么多坎坷 我也不知道 可以说些什么话来安慰你 你已经在安慰我了 这是我的选择 我必须要承担一切后果 我必须要承担一下 我趕快休息吧 走 走 怎么办 你该怎么办呢 桃桃 起床吧 你今天怎么睡你叫我起床 对啊 快点起床 一会儿啊 咱们吃美味早餐 好吧 一起 傻了 快坐下吧 对不起 对不起 我起床都没吃过 别急 我早饭已经做好了 好 快坐下吧 这 这都是你 这都是你做吧 对啊 霍霍 想吃什么我拿给你吃 吃 哎 这个 美味蛋炒饭 嗯 闻这香吃起来给你吃 不行啊 给你妈妈吃 嗯 美味八宝粥 喝一口 想要一口 啊 来 嗯 来 来 爷给你妈妈吃 哎呦 美味年糕 好吃忘不了 那爷给你妈妈留着吃吧 哎 我要吃 好 忍吃啊 这个炸年糕啊 蘸白糖是最好吃的了 不过小孩子吃糖会长虫芽的 你有没有虫芽 没有 没有 我不相信 我看看 真乖 哎 年糕啊 蘸蜂蜜蜜也好吃 蜂味独特更有营养 这是我妈妈 也是你奶奶家告诉我的 哦 怎么没有 有鸡蛋呀 对不起 妈妈 我可忘了 涛涛 今天有这么多好吃的 就不吃鸡蛋了 哎 没事 嗯 很简单的 涛涛 吃白煮的还是油煎的 油煎的 一个白煮 一个油煎 妈妈 嗯 她今天是不是得病了 妈妈给她设了点魔法 真的 真的 从今以后啊 她不会再对你凶了 她会做一个好爸爸了 来 妈妈 嗯 涛涛 我上班去了啊 来 我能提个要求吗 说吧 说吧 从今往后 我对你摆一摆顺 我想吃北京的烤鸭 吃这么多了还想吃啊 那下班回来之后 给买只烤鸭回来 不行 我要到店里去吃 我还要到街上买一套画饼呢 那 让你妈妈带你去 花多少钱 我给你报销 不 不 我要你带我去 我下午还有事呢 这叫白衣白顺吗 好好好 谁让你给我提出要求了呢 我给你个面子 下午 在餐厅等我 然后去买东西好不好 不许骗人 哇 小姐 我走了啊 妈妈 她真的中了你的魔法了 对不起 实在是太对不起了 昨天吸引我的收户 你们要的货 我发错地方了 昨天错发给你们一批货 质量很好 都是最新款 准备参加交易会用的 库管猫 麻烦你把昨天发给上头的货 再背一批出来 您那儿的C42N BF201 还剩几套 你们别着急 今天我想办法把货全都吊齐 第一时间给你包过去 我知道不够了 还差多少 你们留下来吧 这批比以前在地这给你们 你们看能接受吗 再见 善东的代理商已经打过电话了 说只要明天前把货发出去 就应该没问题 善东那边我已经打好招呼了 发错的货 怎么样了 货管立了清单还缺132件 缺的货从店面和庄柜能凑齐 只是分部比较散 有些今天撑不出人手送过来 没关系 我具体只要有货就好 那怎么行 你一个人怎么忙得过来 这样 公司留下两个人 剩下的互相分配一下 大家分头行动 师傅 麻烦您快一点 喂 是我 昨天你给我打电话了 是啊 我往你办公室打了 说你一直在开会 我这么忙吗 连个回电话的时间都没有 我帮带手机了 回家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有事吗 本来有 但现在没有了 我到时候有事想跟你说 你现在能跟我见个面吗 现在 现在不行 等 等下来班再说吧 你怎么了 我一句话跟你说不清楚 师傅 前面路口拐弯 行了行了 那下来班再说啊 拜拜 货 货发出去了吗 好 谢谢 太谢谢了 再见 货已经发往山东了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正好赶上交易委 谢谢大家齐心协力 为咱们销售部挽回了面子 别客气 如果不及时纠正这次失误 大家的荷包都会要受损失的 是啊 还好啊 虚惊一场 迎选呢 我来了 我来了 我请大家吃冰淇淋 因为我的缘故让大家受累了 又是跑店面啊 谢谢 游戏跟动物馆协调 小小冰淇淋也不成敬意 等我发工作了 请大家吃饭 经理 我请你吃双份的 感谢你 不用 一个就够了 谢谢 大家是一个团队的 你的错 就是整个销售部的错 我现在总算摆平了 这么热闹 开什么联欢会呢 怎么不叫我呀 高经理 我要感谢你平时对我的照顾 请你吃冰淇淋 我还没宣布好消息 你就已经知道 提前开始庆祝上了 庆祝什么 还想吗 师母里告诉他的 告诉他什么 不是你向上头争取 说小周表现积极 吃苦上进 建议把他提前转正的吗 是啊 网友正式打了份报告 上头已经批示下来了 从下一月开始 小周就是 以销售部的正式员工了 真的 正式上 我可从来不开玩笑 提前两个月正式转正 你太幸福了 恭喜 恭喜 谢谢大家 你谢谢高经理 你谢谢马经理 继续好好干 我会的 你们都在干什么呢 公司里明明禁止 在办公室里吃零食 给着是要重罚的 这次 我看这次就算了 下不为例啊 我的 海风啊 晚上一起吃饭吧 我有个大喜事要告诉你 我 转正了 对啊 你不是 又是要告诉我吗 那好 咱们见面再谈 拜拜 太不可思议了 以前 都是听人传说有这种事 没想到 就在我的眼前发生了 你前妻的儿子 真的没希望了 嘉宁已经找了 美国最好的专家了 真不敢相信 这么一来 倒可以解释 她为什么突然回国 又非要住进我们的新家 孩子的父亲没了 现在 连孩子也要失去 他是走投无路了 才回来找你 涛涛 一心以为 回国能见到 日夜想见的父亲 可是我这个假冒的 对他一点都不好 这不能怪你 你又不知情 这孩子 实在挺可怜的 我现在既然 你已经知道事情实情 就想抽时间 多陪陪他 对他好一点 是啊 他还那么小 又那么早失去了父爱 明雪 最近我出了工作 就要陪涛涛了 可能 没有多少时间来陪你了 你不用担心我 两个月的时间 很快就过去了 不过我倒是希望 涛涛不只是两个月 而是能够 健健康康的 一直活下去 以后啊 你对他耐心一点 对你的前妻啊 也宽容一些 小孩子很敏感的 你要是对他妈妈不好 他也会觉得你很不好 希望涛涛 能够在盛校的日子里 能过上幸福的家庭生活 其实 我挺肯定他们母子俩 所以想了一晚上 决定方家宁把戏演下去 是要演下去 而且啊 一定要演好 有需要我帮助的地方 我也很乐意助人的 谢谢你的支持 你啊 绝对是我的好老婆 我可不是白支持你的 这是属于婚前教育 从今天开始呢 你就要辛苦一点 既要工作 又要兼顾家里 这样呢 习以为常了 但以后我们过日子 我就沾光了 诶 原来在这等着我 不过 你虽然不能每天来看我 但我天天想着我 每天给我打电话 每天 我保证 我 我 我得先走了 一会儿还要陪涛涛吃饭的 可能没有时间 来为你庆祝吧 改天也是一样的 我怎么不能跟小孩子 争嘴吧 你呢 有时间就多陪陪他们 别留下遗憾 这边你就不用担心了 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的 走吧 来 烧起干净了 哈涛 今天只能喝果汁 我要喝可乐 不行 你不能喝可乐 我得尝一点味 不行 算了 今天 破例一次 来 随便喝 好吧 那就破例一次吧 慢慢喝 慢慢喝 谢谢 来 叶桥桐 这是要加饼吃的 来 我加给你吃 鸭肉鸭皮都要不要吃 鸭皮 我不要装 好 来 好吃吗 好吃 你给妈妈吃一个呀 不用了 我自己来 给妈妈家 好 我来 我当服务生 鸭肉斩酱 鸭皮 拿森椒给让开 嗯 好了 谢谢 谢谢 你妹子妈妈嘴里吃 好疼 喂吗 喂吗 你跟我说你是服务生吗 好 好 来 来 再来一口 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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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 嗯 吃什么呢 经理 周英雪 真巧啊 你等人呢 没有 我想不出什么 正在找饭馆呢 你呢 我家就住这附近 打他做饭的时候就出来 这一代都被我试变了 那真好啊 我请你 表达表达我对你的谢意 那好啊 要不 就这家吧 这家 要不我们吃好点的吧 我请你吃上海菜 走 等等 我吃不了甜的 干脆就这家吧 这家的羊肉串特别棒 保证你吃一回啊 想来两回 就它吧 简单点 好吧 好 谢谢 欢迎光临 这样还行 简洁干净 就是 我今天啊 本来想好好请你吃一顿的 没关系 俗话说 满意就是好 吃得高兴最重要 并不在于去多高党的地方 花多少钱嘛 你说对吗 嗯 那倒也是 其实没想到 你平时会光顾这种地方 看 看来你对你的领导有点误解啊 我呢 其实就是一个古普通通的人 平时 也最讨厌那种白领的作法 来 看一杯 祝你转正 哎 等一下 经理 这杯呢 我先敬你 感谢你呢 一直以来对我的照顾和帮助 不计前嫌 宽宏达量 还向上去争取 让我提早转正 谢谢 好 我领了 哎 等等 要记住 这一切都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 我祝你 在外好好地工作下去 嗯 嗯 像 先生 谢谢 嗯 真香 本来啊 我以为今天我要一个人庆祝了 现在好了 不但能吃到这么好吃的烤肉 还不觉得孤单了 哎 你男朋友呢 她都没陪你 哎呀 平时工作忙 没时间陪我 现在家里又出了点事 就更顾不上我了 好 来 吃烤鱿鱼 嗯 真香 经理啊 不瞒您说 我现在对你的看法完全改变了 好 怎么讲啊 记得第一天到公司上班 发现你是经理的时候 我当时的心啊 就全凉了 我特别担心 你因为上次问路的事 记我的仇 后来啊 看你总滚个脸 对工作一丝不苟 不讲情面的 好像对我 还格外严格 我当时啊 就越想 就越觉得讨厌你 我说呢 那阵子你一见着我啊 就像老鼠见了猫似的 还有呢 后来你让我们去降柜台 我们都觉得这是你的独裁统治 独裁统治 我难有那个本事 后来啊 误会解除了 又通过我犯错那件事 我觉得啊 你是个特别有亲和力 善解人意 组织多么的领导 你可别恭维我了 我这个人啊 其实有很多的确定 我不是恭维你 我说的是真心话 你想 有哪个大经理 劝自己的马达哈下属 不要辞职 还主动跟他道歉的 要是换成我男朋友 下属要是犯了那么大的错误 早就爆条炉雷 把他赶出公司了 不会那么夸张吧 不夸张 真的 他这个人啊 算了 不说他了 反正我离开斯利文 来到威尔 就是跟他赌气的结果 不过 能碰到你这样的上司 我真的很幸福 所以啊 我已经决定了 要好好在威尔扎根 不管碰到多大的困难 我都要排除万难 坚持到 嗯 我也发现了 你原来是一个 直爽单纯 聪明好学的好下属 我也希望 你能够在威尔 坚持到你 嗯 一定 嗯 经理 这个烤羊肉太好吃了 你也多吃点吧 好 哎 经理 我能再要份鸡翅吗 可以啊 务员 加菜 这车真棒 不像是你开的 是吗 我觉得你的职业性格气质 不像开越野车的人 所以啊 这就再一次验证了那个结论 人不可冒险 嗯 哎 对了 你喜欢新人球啊 是啊 我觉得这是一种 非常有个性的植物 简洁大方 有造型感 不娇气 而且好养活 最适合啊 我这种懒人了 哎 女孩子就是女孩子 都喜欢些花花草草的 哎 经理 你的女朋友喜欢什么花 我没女朋友 啊 光滚一条 知道了 一定是你的要求太高 所以也没找到合一的 是吧 那是 这都有感觉 所以啊 我就看来看去 看来看去 结果就把自己给看上下了 谢谢你送我回家 不客气 要走了 拜拜 不让小心 再见 嘿 嘿 小恐龙朝盘子里看了看 就先把大的梨都拿出来 留下一个最小的梨子呢 在盘子里 哥哥特别不满意的嘀咕说 好 睡下了 睡下了 睡得多香啊 你说 会不会哪天 他就这样睡着睡着 再也醒不过来了 如果是那样 对他来说也是种幸福 和你 走吧 혹个人 很简单 特感谢你今天 特意抽出时间来陪我跟涛涛 其实 我挺愿意帮你陪涛涛 走完她最后的日子的 谢谢你 你现在对我们的态度 可真是一百八十多大转弯 尤其是对涛涛无微不至的 害得她不停地问我 对你设了什么魔法 看来 我以前的表现太差劲了 想让她马上接受我这个爸爸 我得花点力气 不不不 其实她已经逐渐地接受你了 你看今天 就是我们回来这段日子里 她最开心的一天 那我就继续努力 这需要我们两个人的努力 我看 不如我们来一个约法三章怎么样 你说说看 一 要隐瞒涛涛的病情 这是应该的 第二 在涛涛面前 我们要像真正的夫妻一样 你别误会 我的意思是说呢 我想让涛涛体验真正的家庭温暖 跟父母的爱 好 我同意 第三呢 第三 你跟你的未婚妻的事 其实我也没权利过问 但是 在涛涛面前 最好别传帮 你什么意思 其实第三 也是为第二条准备的 如果你在涛涛面前 不能够做到 暂时忘记你的未婚妻 你想想我们的夫妻关系 怎么会演得像呢 涛涛知道我和你离婚 也知道我和盈雪的关系 我会跟涛涛说 我们已经和好了 所以 请你不要在涛涛面前 再提你的未婚妻行吗 你不会是真想和我和好吧 当然不是 我是不想涛涛心里有负担 如果你要是觉得 很难做到的话 那就 好 我答应 谢谢 海风摘下和盈雪的婚纱罩 那一刻 我竟然有些窃喜 我是怎么了 我是不是太自私 海风问我 他问我是不是 想跟他和好 我否认了 其实 我说了谎话 喂 回家了没有啊 忙了一天刚消停 跟你小家伙饭吃得怎么样 挺好 挺高兴的 我觉得他挺单纯的 送点礼物 给他买点好吃的 他就高兴得不得了 小孩子嘛 有多复杂呀 原来我觉得小孩 是特别麻烦的一件事 但是现在我感觉不一样了 涛涛现在过一天少一天了 我心里真的挺难受的 所以也就心甘情愿地 想为他付出一切了 你还挺有觉悟的嘛 对了 涛涛的事你爸妈知道了吗 还不知道呢 我想明天告诉他们吧 他们要知道了 一定会吓一跳的 肯定的 那你以后要对涛涛好一点 多好都不算过分 知道了 不管发生什么事啊 我都随时向你汇报 要不然你就该瞎操心了 我这哪是瞎操心啊 我这叫限爱心 不领情就算了 好好好 领情领情 正好我现在睡不着 你是不是应该限限爱心 给我讲个故事把我哄着啊 不震惊 行 不跟你拼了 你这边没什么事吧 没什么事 好 咱们两个人啊 得随时保持密切的联系 虽然见面比较少 但是交流是不能断的 对不对 有什么动向 我会随时向你汇报的 拜拜 再见 在不在家 这车跟这儿来 找找关系 海芳 又很车 海芳 这事早早自有大 您怎么过来了 上回说了半天 你也不给我们个回信 涛涛的事 你打算怎么处理啊 是啊 这儿子你是认还是不认呢 鉴定是做还是不做 这两天呢 我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 你说 你倒怎么个想法呀 得告诉我们 别让我们干着急 行不行 你说这事 我跟你妈要是不知道 也就算了 你说现在事摆在眼前了 我们能装容作哑呀 这回你们到步调一致 商量好了一块来的 这就是你妈在那儿瞎琢磨 一会儿又是真的呀 亲的呀 不是 弄得我这头都大了 得了吧 就他 连游市都不去了 是又是打114 是又是查报纸 怎么着 给你学没了那么四五家 鉴定 鉴定中心 本来呀 我想下班去找你们的 那既然你们来了 咱们找把椅子 坐稳了再说 干嘛坐稳了再说呀 咱就这 在哪 这 坐稳了啊 我现在呢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一个坏消息 先说好的吧 家庭承认了 涛涛啊 不是我儿子 什么 您坐下 别激动 别激动 家庭怎么能这样呢 这这不是骗人吗 这叫什么事啊 我差点就相信 他是我亲孙子了 这不是让我空喜欢吗 咱们招事惹谁了 你说 哎哟 涛涛天天 爷爷爷叫的 我心里知痒痒 合着我们让家宁给编白了 其实啊 家宁跟涛涛 也挺可怜的 我要告诉你们 那坏消息就是 涛涛脑子里长的个瘤子 最多只能活两个月了 什么 我心里有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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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